欢迎来到小哥播报 看得闹更看门道 2022年4月19日 本季身上红袜小联盟高A的刘志龙迎来第二场先发 上一场在客场对太空人高A先发 四局投出三宝宋 被集出两发全力打13分33阵 本场先发出战白袜高A 第一棒Oskar Kolas 诉求精准投进补手药的外角第一位置 搭着出棒棒的插棒界外 偏外角诉求坏球但又串尾进明显 相当犀利低角度进磊的变数球 看似诉求进来 搭着挥了在脊椎消失而且还带有速差 这边掉一颗高位置诉求 刘志龙执行的相当到位 投到胸口高位置 虽然小联盟画面并不顺畅 但还是看得出右串尾镜 从搭着挥空的情况来看 视觉上串尾镜应该也不错 让搭着三阵出局 下一棒Moisis Castillo 压在中间偏外角第一位置诉求 让Castillo没掌握好 打成三油方向滚地球出局 下一棒Brian Ramos 也是用一颗中间第一位置的脊椎滑球突袭 让打者摸到球的上缘 再次形成三油方向滚地球出局 二局上首名打者Louis Mises 这边连续两颗变速球 分别是内外角第一位置都让打者挥空 可见真的是相当犀利 尤其打者如果想攻击诉求 就更不容易选掉 不过下一球 捕手再要一颗内角高调诉求 刘志龙投到腰带位置 虽然尾镜还是让打者插棒界外 但效果就不会那么好 接着塞一颗外角第一变速球 打者大概已经有打变化球的准备 重心放低捧出界 再一颗地位置变速球选掉 想再掉一颗高位置诉求太高了 捕手不放弃再来一颗 果然胸口高位置进来 效果是最好的 而且带明显的右窗尾镜 速度感也很够 让打者挥棒落空三阵出局 下一棒Sean Gusenberg 诉求偏内角偏高坏球 外角地位置诉求 再次让打者挥空 不过报言说这球现场测速有94mm 下一颗诉求应该也有机会 进到外角地位置好球带 但捕手肉接影响了主神的判断 接着一颗外角相当犀利脊椎的滑球 让打者挥空 因为是右后方镜头 否则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这球的横向位移也挺多 所以打者会觉得球从好球带进来 再左下串掉出去 偏外角诉求坏球 再一颗腰带位置进来的外角高诉求 打者挥棒落空三阵出局 从目前打者对刘志龙诉求挥空 以及无法掌握球星的状况来看 刘志龙诉求的视觉上串 跟冲创尾镜应该都不错 又有95mm上下的速度相当犀利 下一棒Adam Hackenberg 诉求头到中间偏内角腰带高位置 打者还是挥棒落空 外角滑球选掉 外角低诉求集出界外 掉一颗外角高位置诉求 执行到位 但打者还是摸到 接着滑球偏高 但刚好跟上一颗诉求 类似敬离角度 更容易吸引打者出棒 但又有速差改变轨迹 导致挥空三阵出局 三局上首名达者Haven Mendoza 外角低位置诉求挥空 波报源指出95mmi 再一颗外角边角诉求 打者插棒界外 接着高调诉求执行到位 打者忍不住被判定出棒 三颗诉求三球三阵 下一棒Tyler Ozick 突袭一颗滑球好球 连续两颗偏外角诉求坏球 再一颗内角高滑球进来 虽然没空到位 但打者锁定诉求打的情况下 还是容易出棒过快挥空 再一颗外角滑球插棒界外 两颗慢了之后 加速来一颗快的外角96mmi诉求 打者更难追到挥空三阵 下一棒Duke Ellis 连续两颗外角诉求 打者摆出短棒想突破封锁 一颗坏球一颗被判定出棒 偏外角滑球坏球 中间腰带位置诉求 但有速度跟伪劲掩护 再次让打者挥空 播报员指出有96mmi 下一球就直接要一颗高调诉求 内角胸口高位置过来执行到位 让打者缩的手更是追不到 挥空三阵出局相当过瘾 这球现场测速来到97mmi 是本场播报员有指出的最快球速 刘志龙已经连续标出6次三阵 四局上保重手名打者Oscar Collins 其实诉求还是能让打者掌握不好 但边诉求没空到位 无法吸引打者挥空比较可惜 最后被缠斗到投出保送 下一棒Moses Castillo 连续两颗精准投进外角第一位置的诉求 迅速取得球数绝对领先 但接着高调诉求跑到腰带位置 完全被咬向深远左外野 幸好是具找手套被揭杀 下一棒Brian Ramos 再等诉求的打者 完全被这颗左下串的滑球 骗得彻底挥空 但再一颗高挂滑球完全被咬中 穿出左侧方向一雷按打 下一棒Louis Mises 内角低位置诉求精准塞到位 让达者掌握不好 挤出右侧方向滚地球 制造二雷封杀出局 下一棒Sean Gusenberg 变速球没空进来 下一颗诉求达者等到也咬到 但拉太快出界 否则掉一分以上 外角滑球脊椎 成功吸引达者出棒 接着继续用滑球 速球滑球交替 让达者猜着打 制造速差变换轨迹 成功挥空三阵出局 化解这个半局的危机 5局上首名达者Alan Hackenberg 优势连续三颗诉求 前面两颗无法掌握球星 插棒界外 第三颗高位置诉求 有稍微占到外角好球带边缘 让达者被拉掉三阵 三颗诉求就让达者回去坐板凳了 5局上第三名达者Taylor Ozick 变速球状态回归 滑球也犀利 接连让达者挥空迅速取得良好球 整体而言 刘志农本场诉求状态真的蛮不错的 有速度有尾镜 达者掌握程度差 控球方面大致能控到位 尤其塞在高位置凸显尾镜 更是让达者苦不堪言 变化球方面控球就稍微不稳一些 但只要控到位 变速球滑球都相当犀利 尤其刘志农球与球之间 都差不多15秒内就出手 节奏明快制造速差 改变轨迹的影响更好 更能让达者打不好